在美食界篇中 特瑞科等人來到了百居山脈山頂 準備舉行猿猴慶典 在特瑞科他們擔心體力不足時 猿王跳上了擂台 進行開幕前的儀式 猿王咬起他的蛋蛋 如同鈴鐺一般 其聲音美麗動人 也伴隨著驚人的香味 可說是佩爾的一部分功效 間接傳達了出來 讓特瑞科光聽到聲音 就感到寶足回復了體力 這裡難怪第七大陸靠著佩爾之養 成長成如此巨大繁榮 塞浦拉的聲音則是用來破壞 與至於相反的音色 特瑞科委託了絨毛他們 負責保護小眾的安全 想必身為八王後代的他們 也很想一起戰鬥 就這樣戰鬥的鈴聲提將打響 四人來到了擂台上 終於要與元王一戰 元王看起來相當期待著 比賽沒什麼規則 勝利的方式就是KO 薩尼打算由他先發 想為之前的是血池一下 要是有什麼危機 其他人會幫忙的 在五十一隻元猴的圍觀下 戰鬥的鈴聲現在開始響起 比賽開始後 元王瞬間抓住了薩尼 把薩尼甩了出去 升到了圍繩上 沒有圍繩的話 薩尼早就飛出百居山脈了 薩尼飛回來後 元王打算使用七壁鉤 這時賽普拉加入了戰鬥 抓住了元王阻止他行動 轉變成由薩尼反擊 使用元武奧義直擊元王 這幾間特瑞克等人 不只學會了元武的基礎洩力 還學會了元武的精髓 將所有細胞的抑制 轉化成攻擊 而抓住元王的賽普拉 察覺到了異樣 現在的元王彷彿被皮包覆 在皮底下有著被壓抑的力量 與其體型相反的 其強大無比巨大 塞普拉知道元王是故意被抓住的 趕緊要特瑞克他們一起上 特瑞克用元武搭配 使用了無限釘拳打向了元王肚子 塞普拉則用音波拳打向元王背部 顧客則用劇毒機關槍 直接給元王餵毒 四人的細胞達到同音 互相配合的攻擊 為了讓元王感到開心 就是勝利的關鍵 奧義雖然使用起來很費勁 但攻擊不能停止 只要元王越開心 配合就越容易取下 四人繼續攻擊 薩尼和塞普拉一起使出軍閉攻 之後加上庫克 三人抓住了元王 將元王壓制在擂台上 阻止其行動 元王的表情透露出的很開心 也許現在就是好時機 就由特瑞克來負責取下佩爾 接近佩爾的瞬間 又聞到了佩爾的香氣 讓特瑞克的身體起了變化 其右手開始純準運動 細胞試圖想接回斷掉的手臂 可惜現在不是接回手臂的時候 特瑞克想辦法要鎮定下來 加卡卻說現在還不是時候 然而特瑞克已經出手 碰觸到了佩爾 隨後元王的身體突然爆炸 將四人給彈開 賽普拉剛剛感受到元王的皮 隨著爆炸脫落了 四人感受到大勢不妙 沒能成功取下佩爾 元王還露出了皮下的樣貌 元王們看到感到恐懼 隱仗乘虎 紛紛逃贏了擂台 元王真正的姿態 讓加卡打算採取別的計畫 塞普拉向三人解釋 猿王的皮是拿來壓抑力量的 現在解開束縛的猿王 還將無限丁裙給壓抑住 猿王抬起了尾巴 準備要回擊了 突然發生了意料之外的事 四人體內的惡魔突然出現 把四人的身體壓低 闪掉了猿王尾巴斬 不幸中的大幸 比賽前加卡有提醒過 美食細胞與自己的細胞不同的 是無法跟猿王同步的 只要使用美食惡魔的力量 猿王隨之就會瓦解 四人趕緊恢復狀態 不用上猿王會被重力壓制住 接下來就是真正的生死鬥了 假如今天會死想是什麼呢 當然就是眼前的佩爾 四人再度攻向猿王 平時又會死亡 想請換魔頭 大幸運 大幸運 從小春 超神 大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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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